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懂逆向思维的人到底有多可怕 司马光扎钢的故事我们耳熟难详 正常思维是从水中救出孩子 然而司马光的思维是让水离开孩子 司马光聪明的背后正式运用了逆向思维 所谓逆向思维 是一种可以应用到方方面面的思维方式 真正优秀的人通常都是具备这种思维方式 1.关于逆向思维 有下面两个故事 故事1.一位商人向哈桑借2000元钱 并立下借据 临近还款日期 借据竟然丢失 哈桑十分焦急 因为他知道没有借据商人不会返还欠款 这时朋友建议哈桑写给商人一封信 请即时归还我借你的2500元 明明借给商人2000元 为什么让他归还2500元 虽然不解 哈桑还是照做了 商人很快回信 我向你借了2000元 不是2500元 到时候就还你 这个故事是著名的哈桑借据法则 哈桑正式利用了逆向思维 让商人又立下了一张借据 故事2.朋友从网上买了一箱水果 收到货后发现半箱水果都是坏的 找商家询问 商家却拒不退还 没办法 朋友到超市买了两箱非常好的水果 然后拍给商家做评价 准是太棒了 只花了一箱水果的钱 却收到两箱 感谢商家的满意送一 水果个个饱满新鲜 太划算了 一周后当朋友再去看那些电视已经被投诉关闭了 评论里都是买家 在说为什么自己收到的水果品质很差 以及垂问商家和事发赠送的那一箱水果 生活中 我们通常习惯按照某个固化下来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而逆向思维反其道而行 当用正常思维不能解决问题 换个角度 背离人们的习惯路线进行思考 往往有更加意想不到的解决结果 逆向思维帮助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解禁 提高效率 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深化人们对事情的认知 二 锻炼逆向思维的五种方法 一 缺点利用法 缺点利用法的主旨就在于缺点及优点 它强调的是反过来考虑如何直接利用这些缺点 做到变害为例 也就是说 针对对象事物中已经发现的缺点 除了采用改进策略以外 更希望做到的是成本更为低廉的直接利用 例如很多摄影者在拍机理照时 总是先数 三 二 一 可是尽管人们都尽量睁大了眼睛 可总会有一些人在数到一的时候坚持不住 眨了眼 后来有个人出了主意 大家将信将疑 甚至还觉得有点怪异 可是照片拍出来以后一看 果然一个闭眼的都没有 你能猜想到这个主意吗 答案是让大家都闭上眼睛 喊三 二 一 后再一起睁眼 你想到了吗 缺点可能就是优点本身 二 心理逆向法 有这样一则故事 当年土豆传到法国时 法国农民并不愿重 有人变出了一个怪招 在各地种植土豆的实验田边 派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把守 周围的农民一见词正式 愿为地里种的肯定是金贵之极的好东西 于是 他们时常趁机溜进实验田 把偷回来的土豆种在自家的地里 渐渐地 土豆成为法国农民广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送者见 求者贵的思考 人类的心理永远是这样 一切进食都意味着加强 许多悖论性的心理法则 似乎也在间接地证明另一项思维的存在 贝克法则 你所提供的东西你一个也不要 博肯法则 去城里越不靠近通道的座位上的观众来得越晚 格里森法则 极小的洞也终将把最大的容器流空 除非它是故意用来排水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它又会堵塞 贾斯特法则 车越破开得越疯 梅尔法则 要不是最后一分钟 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微博法则 如果你顺当地找到停车的地方 那你就会找不着你的车 三 属性逆向法 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项位的 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即使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其性质也可以是多方面的 并且是相互转化的 就像钱宗书说的 以酒解酒 以毒攻毒 斗然斗奇 英语射英 包含着极大的矛盾性 彼得诺顿也是这样一个会运用逆向思维走向成功的人 他曾经以三亿美元出售了他的电脑软件 这是一套被称为恢复删除的软件 他把逆向思维运用于其中 目的是恢复被意外删除的电脑文件 不小心删除了文件是电脑使用者的噩梦 恢复被删除的文件是许多人的妄想 但只有诺顿朝前跨出了一步 把看似荒谬的妄想变成了现实 在诺顿的思考里 进与退 出与人 有与无 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的统一和转化 四 说出人性特点 一位大爷喜敬 他家门前总是有孩子吵吵闹闹 一天 他给孩子们三块糖 感谢他们带来的热闹 逐渐的糖变成了两块 一块 没有糖果 孩子们生气地表示再也不会为老大爷带来热闹了 老大爷也恢复了安静 人的心理总是出奇的一致 被禁止的总是意味着加强 你所拥有的总是不珍惜 五 心理逆向法 心理逆向法是指在思考的过程中定期自身局限 先探讨对方的思想 然后反对方的思路而行事 心理逆向的反并不是逆向换位法中反复换位的反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反 虽然在逆向换位法的学习中 你已经熟悉了琢磨对方心理 然后逆反对方心理而做出对策 但在心理逆反法中 需要你更进一步 让对方跟着你的思路走 让他做你需要他做的选择 让对方跟着自己走 听起来难如登天 但如果你尝试着持续训练自己 琢磨对方的思考路径并逆反其逻辑 慢慢地就会发现掌握这一方法并不困难 试试看下面这则真实的故事 你是否也能迅速做出这样的反应呢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揭露 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错误 有人从听众集上递了一张纸条给讲台上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打开来一看 上面写着 那时候你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尖锐直指核心 这个时候赫鲁晓夫不能不回答 选择回避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懦弱和自私 如果你是赫鲁晓夫 你会怎么办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必须用某种事实告诉众人 你现在的行为是在实实在在地纠正错误 而同时你还需要让众人理解 默认你不能更早地做出纠正的原因 你必须设施一个必然的二选一 也就是说你必须让众人在你设置的情况里面 只能做和你一样的选择 通过这样的解释 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摸索到脉络了 这时候你应该想到 腻了之后就要反 与其用语言进行解释 不如让大家切身体会 让大家明白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你看心里逆反思维法的掌握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达成的 赫鲁晓夫拿起条纸 大声念了一遍上面的问题 然后望着台下 说这是谁写的条纸 请你马上站出来 走上台 没有人站出来 会场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所有人的心都在砰砰地跳 不知赫鲁晓夫到底要干什么 写条纸的人更是忐忑不安 懊悔不已 心里很清楚 赫鲁晓夫如果真要查下去 一定会查到他就是写条纸的人 接着赫鲁晓夫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请写条纸的人站出来 会场仍然一片寂静 几分钟过去了 赫鲁晓夫终于又开口了 他平静地说 好吧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个地方 你看赫鲁晓夫就是利用如今的诠释 重现了当年他所处的环境 让身处其中的众人 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他的选择 换了个角度告诉众人 他的无可奈何 隐身而言之 心里逆反思维体现着一颗 料笛在前 强占先机的精神 笛不动 我不动 敌动我动的后制人策略 彰显了大气和谨慎 先置自己于匕首之地 再图前功 但是在应对上 始终因为必须依据他人行动 做决定而丧失了先机 心里逆反思维 则是立足于对对方心理预测和反馈 并依此布局 先攻其防不胜防 让你在应对自如之余 还能反降一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